第三首歌 黄先生 黄先生 你的东西送到了 什么那么多东西 为什么点这么多吃的 我啥也没点 我没点东西 李庆 赏个脸吧 小帅哥 你说这没事 往这送一大堆食材 这不给我找活干吗 我感觉就没了 我还以为有点什么暖心的话 结果就没了 空的 我还以为就没了 梁牧泽 是我们这部戏里我的角色 做家务辛苦了 为了证明你的家务 能力是否得到了提升 我给你和你的室友 准备了三份健康早餐食谱 请你们一起完成它 请穿上我送你的围裙 事半功倍下书 我说要么就人来 对吧 他真没来吗 他是不是人在门口 看来他想让他来 真没来吗 安排活算算啥事啊 失望谁在了他的脸上 那我帮你衣服穿起来 我好累 我整一粉色的是啥意思啊 那个床单 我要代表月亮 消灭你 好累 适合我吗 挺适合的 快来吧 李宪老师的任务 我先挑是吗 这个我肯定不做 这个太麻烦了 我挑这个吧 我要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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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这做的东西都太复杂了 我今天要做简单的 爱上蟹蟹牛牛油果这个饼 这也太麻烦了吧 这个吃完之后上班肯定迟到 好 我们来吧 好 520 爱心 你这盒 这盒心真的 我吃了 吃吧 嗯 是那个Kiki的那个小刀子是吧 太可爱了吧 叉子有没有 没有叉子 我们家怎么可能有叉子这种东西 那好没有情调啊 今天520 玩的人拿手抓要吃就有情调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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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好吃哎我都感受到了 哇很棒啊 硬往这里塞 这什么人 哈哈哈哈 你看你看拉丝 嗯那好棒 你吃进去啊 不是我这一家家来好不好 你不是说这样比较浪漫吧 非常浪漫吗 像喂狗一样 喂狗也 感觉你们仨醋 醋挺好 对我觉得他们三个人真的 浪漫 浪漫吗 浪漫 哦 好精致啊 我这一吃浪漫的这个把我食欲给吃开了 我想吃那水晶下人脚 你上你上那个楼上你们那窝 你先躺去吧 背盖上 你先闭眼想一会儿 太损了 李庆写的那个信不是有吗 不是很擅长 哇刀工多好 哇刀工多好 厉害吧啊 他自己自己创新了啊 哦塔可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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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